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赛武装跟中共跟俄罗斯是铁哥们 也许胡赛武装使用的这些武器 甚至是一些高科技的导弹这些东西 都是中俄两国提供的 这个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疑问了 也门胡赛武装的背后就是这两个大佬在支撑 因为他们有这种需求 他们需要也门胡赛武装在这些地方搞事情 来分散美国跟北约的注意力 来减轻俄罗斯的战场压力 同时也减轻中共在南海 还有这个台湾海峡的压力 所以通过胡赛武装这个发扬 可以说人家已经表态了 我后面的两个大哥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共 那么胡赛的这种表态呢 也把中俄两国呢 就是推到了美国的对立院 可以说是撕破脸皮了 因为胡赛武装呢 被美国以及北约呢 定位国际性的恐怖组织 所以你公然支持这种恐怖分子 那么你想别人会怎么对你呢 这个事情也算是一个大事情吧 以前呢 胡赛武装呢 只是闷着头干事情嘛 对这些过往船只呢 进行骚扰 特别是跟以色列 跟美国有关的船只呢 他只要发现了 就是发个导弹 或者是派出海盗 进行吸扰 美国跟北约呢 也开始对胡赛武装呢 进行打击 在这个当口 人家胡赛武装的这个发言人啊 就出来说了 我们后面的大佬是俄罗斯跟中共 在我们这一代 中俄的船只是不受侵害的 他们可以自由航行 对吧 你看这个胡赛武装这个人啊 是不是缺脑子 跟那个汉马斯的情况有点近似 好像是自己喝高了 对不对 非常兴奋 或者是自己呢 不按中俄的这个剧本去表演 私自加戏 结果把底派就亮明了 一旦西方世界 加大了对中俄的封锁 你胡赛武装可能想得到支援都非常难了 所以啊 这伙家伙也挺有意思 另外我们看啊 还有一个消息啊 他是这样说的啊 俄罗斯又放出爆炸性的言论 一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将直接攻击美国本土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主持人 扎克罗瓦说的 他说对于美国来说 战争就是一项生意 因为每次战争都在他们遥远的地方进行 他们以错误的价值观欺骗全球 因此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必须毫不犹豫的直接攻击美国本土 你看他这个言论啊 确实具有爆炸性 那么也确实如他说的 一战跟二战都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 都是在海外打的仗 现在俄罗斯又发出这种恐吓嘛 如果你美国继续跟俄罗斯撤队啊 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首先攻击你的本土 到时候你看看谁厉害 他这种恐吓也确实挺有意思 他也不自我掂量掂量 凭一个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 去打一个乌克兰 马上都两年了 不但不能取得胜利 而且是自己陷入了战争泥潭 现在居然放话呀 要袭击美国本土 那么我不知道俄罗斯哪来的这种底气 我觉得这个消息啊 我们可以当作一个笑话的 来听一听 那么今天这个快讯呢 就跟大家简单通报一下 我们也不做更多的评论了啊 这个事情也确实只能当作一个笑话 来聊一聊 那么如果你喜欢江东 请订阅 点赞 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